回国见闻与感想 1.欧洲与非洲 润桃园 1.寒冬腊月航班号为CA8851的超豪华777客机满载着各色人种 包括黄皮、白皮、黑皮以及不黑不白不黄 但仔细看也黑也白也黄的乘客 从芝加哥直飞北京 飞机上出人头地的有十几个美女、十几个款爷、十几个帅哥、十几个大爷 剩下不出众的几百人就是自掏腰包的陪客了 俺润桃园就是其中之一 飞机起飞半个小时 一位金发空姐用带有纽妖客口音的中文问我要喝什么饮料 想起老登回国 在飞机上的奇遇 加上自己现在是飞向祖国的左派 就旗帜鲜明的理直气壮的回答 要中国热茶水 跟老登同桌那位左派相反 俺立刻得到了一杯热茶 别说茶叶 就是茶杯也是中国照 他刚走 一位送报纸的黑皮空姐 问我要看什么报 他大概是南方人 他的中文比白皮送茶女口音更重些 我不改左派的身价提出人民二字 要看看与时俱进了的今天是人民日报还是报日人民 他从容地递给我一碟 打开一看是中国青年报 考虑到青年是人民的儿子 有其父必有其子 我也就忍了 说了成谢谢 左派的光辉形象俺不能给毁了 报纸还没看完 晚饭来了 虽然是盒饭 清一色中餐 我试下张望 数了数土人洋人比例 竟然发现土少洋多 比例大约为1比2 满机仓的中国菜味道 把这超豪华客机立马变成了中餐馆 吃完饭 打开属于自己的电视 第六频道再放一部英国影片 两对夫妻互换性伴侣的裸上身镜头 让我旁边的那位哥们连看了四遍 这电影在美国绝对是二级 此清此景 使20年前的往事一下子回到眼前 早上9点横半号为CA981的 747中国迷航客机 满载着几户清一色黄皮 外加撕了一个白皮的乘客 从北京飞往美国 飞机上的空姐各个漂亮出众 讲的都是英文 吃的全部是西餐 那是我第一次吃西餐 竟然把一块黄油当成奶糖 放入嘴里嚼来嚼去 最后吃出了个山羊味 电影反复播放的是木马人 而且在20年前的CA981科机上 感觉到是逆时真转 觉得十几个小时都是黑夜 盼着利明 但始终不见天日 到了美国才看到曙光 20年后的CA8851 追逐着晚霞西飞 到了北京 天依然是亮的 起飞时是下午三点多 到北京还是下午三点多 飞机跟地球自转同了步 从飞机上不停地眺望 眼底青山陪水转 云外银莹伴日飞 那美景难以用语言表达 20年前中国空姐宠阳 20年后洋人空姐媚中 当然一切都是为了商业利益 20年前的CA981 与20年后的CA851相比 实实在在表明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作为一个整体 中国已经从地上爬起 虽说上半身还拘着弓 不敢露头 下半身已经挺立起来 站稳了脚跟 从前面看的人 看到中国这个巨人 有了阳刚之气 已经崛起 可奸阳人了 这是中国威胁论大当其道 从后面看的人 看到中国撅起的屁股 是屁股 于是导致中国崩溃论 甚嚣成上 我前面座位上坐着一对 在北京工作的北国白人夫妇 和一个大约六七岁的儿子 两口子很健谈 中文相当不错 儿子在北京练书 可看得出 他在北京待的时间还不太久 跟父母讲英文时 父母劝他讲中文 他还拿着中文课本 吃饭时 夫妻俩默默祷告 儿子不从 而且用英文反驳 God does not make everything Most things are made in China 中国成了造万物的上帝 听后令我忍俊不尽 二十年河东 二十年河西 剩下的十年找不到北 二 北京机场就要到了 耳边想起当年 每次到外地出差 回北京时 喇叭里广播员的声音 旅客同志们 北京就要到了 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 是中国文化政治的中心 这次这个调已经听不到了 感觉今年春节特别冷 北风那个吹 雪花那个飘 出了机场 一进北京 眼前看到的北京 别说与二十年前比 就是五年前也不可同日而语 变化可说是日新月异 豪华的旅店 靓丽的楼群 披挂着五彩缤纷的霓虹灯 胶涉洒脱的把鹅毛雪花 照耀成绚丽的真实手段 而迎风起舞令你眼花缭乱 三环四环五环 电车汽车火车 男人女人不男不女的人 车水马龙 你不得不惊叹 北京已是个摩登都市 霓虹灯灯照下 习玉商拿按摩中心 包间跳舞 依微歌厅 吃你喝你摸我餐馆 小姐老爷费琴旅店 你买单 我献擒酒吧 爱你没商量 人才交流站 五花八门 目不辖街 欧洲 我几乎喊了出来 我几年前多次去欧洲出差 当年心中总是在想 我的祖国何时才能成为欧洲啊 今天的北京使我情不自禁地在喊 这就是欧洲 三 我老家在北京正南 皇城脚下的太平原 逛完了我曾经住过十年的北京 该回老家了 在车里 二姐告诉我 沿着新建的高速公路 一个小时我们就到家了 我立刻问他 那条老公路还有没有 他说是有 当然是这年不维修 只剩下石头盏了 坑坑洼洼 很难开 为了有回家的感觉 我建议走老公路 当年骑车去北京做买卖 上大学读研 回家探亲走的 就是那光滑滑 那条光滑滑的油漆公路 在我的要求下 他也就答应了 下了平坦靓丽的高速公路 骑车就像小毛驴一样颠簸起来 公路上到处都是坑 拖拉机 摩托车 自行车 你来我往 穿梭不停 到集市 感激 人山人海 人的喊叫声 车喇叭声 此起彼伏 热闹非凡 这里离京城 只有十几粒路之遥 公路两旁 到处是农家的玉米结杆 在白雪的硬衬下 发着黄光 黑黑的吹烟 在农家的防舍上 上面徘徊 往车后边一看 车轮甩起的尘埃 诸有一丈高 定睛一看 眼前雪花下面 到处都是沙土 非洲 我喊了起来 我的感觉告诉我 在与北京的欧洲相比 这农村就是非洲 惊奇的是 这欧洲与非洲之间 只有一个转弯路口 我在那转弯路口处 多看了一眼 在这欧洲与非洲交界处 有一个亚洲四角龙式的 衔接地带 这一带的房子 家家门朝北 朝向欧洲 仰慕欧洲 而把厕所修在后院 对着南边的非洲 在这非洲的冬季 没有一点绿色的痕迹 树上只有干干的树枝 树枝上连个麻雀都看不到 树底下有一些可怜的枯草 这枯草还不如天上的云自由 虽然二者都随风起舞 一群男孩在陡阔上 点起了火把 看起来车外的孩子们 感觉当时的天气 还不算太的寒冷 雪花打在小孩子们的脸上 他们一点都不在乎 这与我孩童时代 何其相似 我找到了我的童年 便东张西望 感觉到两只眼睛不够用 看着看着 这非洲也今非西比了 拜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